美国和伊朗是一个让美国十分头疼的国家。 众所周知,伊朗是一个让美国十分头疼的国家。 从伊斯兰革命之后, 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就开始恶化。 为了能够让伊朗低头,美国的第五舰队一直驻扎在波斯湾海域附近,对伊朗形成军事打压。 另外,美国通过封锁伊朗的经济与军事技术的,来制裁伊朗,阻断伊朗发展的道路。 但尽管美国不断的打压,伊朗仍然成为了中东一军事大国,虽然不能与美国相比较,但也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威胁。 而且,又一个让美国头疼的国家来了,霸气挑战美国底线,拒绝美军接到而在中东地区,除了以色列,另外一个比较强悍的国家就是土耳其了。 土耳其掌控着地中海通向黑海重要的通道,是美国威视俄罗斯的重要途径。 所以,土耳其很顺利的就成为了被约成员国。 在近些年,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,逐渐的开始恶化了起来。 美国为了将显自己是被约领投阳的风范,不断的给予土耳其施压。 但土耳其与伊朗是一样的全脾气,绝对不向美国低头,让美国十分头疼。 现如今,因为伊朗问题,土耳其霸气地跳出来,与伊朗站在了同一战线。 而且,土耳其还扣押了一名美籍的牧师与美国彻底翻演。 美国要求其释放也没用,为了能够更进一步地打压土耳其。 美国甚至对土耳其也展开了制裁。 但土耳其是毫不客气的直接对美国也还取的制裁措施,挑战美国的底线。 不止这些,早在伊拉克战争期间,美军本来是打算从土耳其境内直接分入伊拉克。 但土耳其却果断地拒绝了给美军让道,让美军只好从红海绕道而平,让美国一直记恨至今。 所以,美国早就想对土耳其下手了,但这样将更快地将土耳其推向俄罗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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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